那我们非常的开心 就是说这本书是由 这个31位医学专家跟营养师 共同合著的 这本书叫做 救命关键饮食 那我们今天有 我们是有几本 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三本还是 有三本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就可以有机会得到这本书 那我想最后再请 这个黄医师跟大家补充 当初出这本书的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好的 因为我们发现 非常多的大众 对饮食 是存在了一些迷思 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会以为你要保健骨骼 就必须要多喝牛奶 或者是通风症的人 就不敢吃豆类 通风可以吃豆吗 您看了这本关键饮食 您就了解了 最大规模的研究已经出来了 其实豆类才是可以 减少你通风发作的一个 最推荐的饮食 是 所以说像我的朋友就有通风 而且是很年轻 大概三十多岁的女生 就得了通风 然后我们前两天 在我的那个餐厅 我们用那个小红豆煮了 大红豆 就他当场就觉得 我好可憐 我竟然都不敢吃 不可以吃 现在我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是可以吃的 是 对不对 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乳癌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人被提醒说 你有乳房肿瘤 你可能要小心吃黄豆 等等这样的观念 现在新的研究都出来告诉我们 黄豆吃越多 对女性来讲是一种最好的保障 你还没有得乳癌的人 你可以减少乳癌的发生 已经得到的人 不管你有没有词基础的接受体 有没有接受化学治疗 越吃越可以减少复发 越可以减少死亡率 而且其实女性到了 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其实对于荷尔蒙的这个 天然的荷尔蒙 是非常需要的 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最新的医学实证 来帮助国人 打破过去很多的饮食迷思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更大的这个健康来 可以离病最远 那这一切的关键呢 其实就是饮食 是 书名才叫做关键饮食 关键饮食 而且是救命 要救大家的命 这也是医学史上最震撼的饮食报告 全国第一本医学实证的这个养生全书 其实在后面的 这应该算它的附录 我们有看到这个 目前这个人工养殖动物的一些方式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也介绍过非常多次 就是说我自己看 我其实很受感动的一点 是说我觉得 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物 其实都应该是要快乐的生活 就像我们人如果有压力或什么的话 我们的脑 就是说你基本上 你的血液或者什么散发出来 都是一种毒素 而我相信小猪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被养的话 它不会散发出这个快乐的分多金的 好 那就像说听说不只是养猪养牛 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养 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什么 满足我们人类的口腹之余 那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 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出发点 可能吃素是你现在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总之是希望大家吃得健康 吃得快乐 来这本关键饮食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 也谢谢刘医师到节目当中来 也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健康 谢谢